幸福三重奏 大S这个老公,真的击中了很多笑点,汪小飞身上其实有非常突出的直男属性,比如耿着啊孩子气等,比如之前放风筝,放着放着就和风筝钢上了,放不起来了也一直要坚持自己放,将大S跟在后面,表情真的是一点难尽的无奈,和大S去玩,说自己玩蹦即一直吹,结果大S让他真的去一次,他又秒怂, 说自己已经去了那就不去了,翻来覆去的找各种理由拒绝,但就是不说自己怕蹦即或者恐高,还有更加有趣的就是在吃福原爱煮的面的时候,福原爱说是炒意大利面,结果汪小飞尝了一口表示,这炸酱面真好吃,哈哈哈哈,当时福原爱的表情都是猛的的, 估计想的是我做的意大利面,怎么就是炸酱面了,被告知这不是炸酱面的时候,汪小飞还一脸无瓜,表示难道这不是炸酱面吗? 哈哈哈哈,汪小飞在幸福三重奏,里面真的很好玩,有趣而且直男属性还不招人讨厌,也是很帮了 谢谢大家